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获得奥斯卡四项提名的电影晋级的鼓手 描述一名学生渴望成为顶尖爵士鼓手 在魔鬼教师的训练下逐渐迈向巅峰 却也和世界渐行渐远 本片是导演取自个人经历的半自传电影 画面简洁利落 节奏精准 剧情扣人心弦 另外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卡通海绵宝宝推出电影版 这回要和派大星等一票朋友踏上陆地 变身超级英雄 小朋友放寒假了 超人气卡通海绵宝宝也趁势登上大萤幕 抢中票房 这个地方怪怪的 海绵宝宝和派大星等伙伴 来到人类世界变身超级英雄 和海盗搏斗拯救家园 本片结合电脑动画和真人实境 以3D方式呈现满足影迷的视觉享受 日本电影世纪怪盗鲁邦三世改编经典漫画 元气男星小力巡减重8公斤 诠释天才大道鲁邦三世 为了取得传说中的宝物 他和同伴攻破层层机关 却遇上敌人暗中搅局 台湾演员颜程旭在片中饰演小力巡的死对头 有不少武打动作戏 有别于过去花美男的一幕形象 好莱坞金奖季节到来 有实力的好片也陆续在台上映 我欠你 我欠你 电影《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 由金奖以后瑞斯·韦斯鹏单纲主演 他在片中洗尽千华 饰演历经人生低潮的女主角 透过在荒野徒步旅行重新找回自我 瑞斯·韦斯鹏和饰演母亲的罗拉凳 演技催泪感动不少观众 双手入围奥斯卡女主角和女配角奖项 海欧男星JK西弘斯 先前拿下金球奖最佳男配角 演技备受肯定 他在电影晋级的鼓手饰演魔鬼教师 为了逼出学生潜能 不惜飙骂打巴掌手段激烈 本片剪辑手法俐落 节奏精准 问鼎奥斯卡四项大奖 铁铁社综合报导 或是你会上台 我想是我已经快要 快要把你挽掉更奇怪 铁肥歌手李嘉威清唱大秀十丽 还有朱立靖 潘玉文 谢和弦和肖洪仁等众多歌手齐聚 宣告2015年3月到6月间 要在台北接力开唱 今天是一个很欢乐的开始 然后感觉大家一起为了音乐而努力 所以希望这一次的整个活动流程 每一场都可以给大家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下一次拥抱 你会不会逃 我的味道又没有忘掉 怎么cue怎么唱都不会让人失望 还有包括拖拉库 明先生 回声乐团和灭火器等创作乐团 也都在2015LIVE开场之列 不是想去暖相见 有求能够骗自己说 潘玉文和肖洪仁哥良好即兴演出 表现LIVE秀的极致 潘玉文还给刚发片的胡玉威小建议 不要太介意声音必猜 做LIVE的东西就是不管是破音 任何的瑕疵都是一种完美 因为其实你那当下就只有一次机会 然后你不用去担心 因为如果他们要听完美 就是听CD就好了 所以那个LIVE的那种感觉 给人家那种震撼 我觉得是最棒的 很期待 我会唱完留下来看一下你的表演 Voice Up 暂相演唱会 2015年3月中旬到6月下旬 在华山创意文化园区 带给歌迷non-stop的好声音 Up 赞赞赞 中央设计者洪黄君张雅婷 台北报道 谢谢 是的 艺人王力宏睽違四年发行新专辑 布袭砸下重金 远赴欧洲拍MV 呈现乱世战火下的爱情故事 其中一幕抱着女主角的戏 淒美又浪漫 不過王力宏表示 這個公主抱拍了兩天 她可累壞了 那天抱到T3 T3 對 兩天 其實 抱了兩天 平常也沒有練 對 你還記得這一題 假裝忘了 看你的眼神都放過我 當然 平常不會連續兩天 王力宏今年剛好出道20年 從偶像歌手出道的他 現在已經成立唱片公司 自己當老闆 談到音樂創作 王力宏滿臉嚴肅和堅持 被逼問年終獎金發多少 也不輕易透露 就不可能說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一樣嗎 對不對 沒有 你要就是一樣 沒有 一樣 沒有關係 因為有的人是要看 你真的 表現 不要想太多 你就說嘛 反正你最後簽單 還是你在簽嘛 我們又看不到 也不能呼嚨 做人還是要誠實 王力宏近年來多元發展 最近還和好萊塢男星 克里斯和斯沃合作拍片 闖蕩影壇 成績不俗 各方好友 借著他這次發片 大方獻上祝福 就連NBA球星林舒豪也來插花 王力宏笑說 林舒豪以後不打球 可以找他管場片 然後你製作 你出錢這樣子 我們可以先進入一室 商量上市場 開個麥啊 聽起來沒什麼誠意 他都把你這樣對嘴耶 對對對 對嘴肯定沒有問題 OK 王力宏表示這四年來 不管是拍片還是巡演 繞了世界很多圈 現在回歸音樂 預定情人節在台北 舉辦免費的新歌演唱會 透過一首首歌曲 向歌迷訴說 這四年來的經歷和故事 中央社記者簡宇綺 王一文台北報導 中央社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三十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全球漫畫迷最期待的展覽之一 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熱鬧登場 台灣今年第五度組團參加 以異鄉人福爾摩沙為主題 訴說漢人外籍勞工和新住民 等多元族群在台灣生活的故事 台灣在四百年來 來來去去的留下很多的異鄉人 那每個異鄉人基本上都帶給台灣 一些有趣的影響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展覽 來呈現可能是我們對他們的質疑吧 開表台灣參展的七位漫畫家 在開幕儀式上提筆繪畫 慶賀陽年到來 其中台灣漫畫家創作的 八零年代事件部 獲得法國出版業者青睞 推出法語版作品 成為展覽的一大亮點 如果我們有漫畫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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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當年八十年 有很多日本電視劇的漫畫 有很多日本電視劇 像阿里、Jacky Chan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全世界的 台灣的漫畫 在法國漫畫界裡邊有一席之地 當然對我們的文化外交工作來講 我們是非常的驕傲 第四十二屆安古蘭國際漫畫節 吸引全球上千位漫畫作者齊聚 分享創作心得之餘 也不忘紀念日前遇害的查理周凱漫畫家 謝謝 中央社記者曾一璇 安古蘭報導 台北國際電玩展登場 今年共有195家廠商參展 超過1400個攤位 威魔創下令年新高 包括熱門手機遊戲 神魔之塔 刀塔傳奇 線上遊戲刀龍傳桌等 廠商為了炒熱氣氛 特地請來ShowGirl Cosplay站台 吸引超過萬名粉絲前來 起爆展場 參加神魔之塔 Cosplay已經第二年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 並且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粉絲團 我覺得這個角色非常的可愛 希望大家也會支持我囉 努力的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也因為神魔很開心 能夠第一次扮演像這樣子的Cosplay 那粉絲團人數也因為 所以神魔之塔呢 有稍微衝上來了一些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幫我投票喔 神魔之塔再度成為最大的參展廠商 為了回饋玩家支持 廠商大方贈送福袋及虛擬保護 並邀請藝人曾佩慈和大家同樂 那因為我這陣子在宣傳我的新專輯 所以呢 比較忙 但是我還是會利用閒暇的時間 來用玩神魔之塔這個遊戲 來抒發我的壓力 就是我坐捷運的時候就會 反正你也是在看手機嘛 然後我手就會忍不住去點神魔之塔 然後我一直玩那個轉珠 另外電玩遊戲 刀龍傳說及刀塔殘旗 也請到Showgirl進歌熱舞 粉絲近距離欣賞現場嗨翻天 其中人氣Showgirl派派成為展場的洗精焦點 哈囉大家好 我是彤彤 哈囉大家好 我是派派 然後很謝謝大家 那希望大家這幾天都記得要來電玩展 刀龍傳說來找我們玩 我們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贈品 然後還有現金的好禮可以讓大家抽獎 今年電玩展還包括Google Facebook 日山萬代南夢宮等大廠 一同探討產業趨勢及商機 莊社記者張欣偉 臺北報導 但您關心美國體壇重量級賽事 第49届美國超級杯即將在2月1號登場 這個被視為全美收視率最高的時段 除了各大廠商砸重金推出最有創意的廣告 中場表演更是當紅歌手的兵家必爭之地 包括瑪丹娜 碧陽斯 Bruno Mars等大咖都曾經登台 今年確定由當紅炸子機Catty Perry演出引爆話題 本屆決賽將由尋求衛冕的西雅圖海鷹 對上曾三度奪下超級杯冠軍的 新英格蘭愛國者隊 誰將勝出 備受期待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感謝您 感谢观看